这里有人在测血氧啊 你根本不知道任何时候 你会发生什么情况 嘴巴已经裂开了发紫了 脏痕累累 感觉来一趟EBC 我的头发都掉了不少 昨天晚上 高原反应 脑子像喝了假酒一样 被炸醒了五六岁 一晚上上面睡着了 嘴巴也开始有点发紫了 越来越简单了就这么难 在高原上 你如果洗澡的话 很容易得废水冻 我已经有六天没洗澡了 你咋了 兄弟 你活动怎么不舒服 吐巴 你整个脏都好多 我们现在是凌晨三点 这边的星空特别漂亮 我们先准备去拍一下星空 下一晚上去 这个路上全都结冰了 我们先冒险去 拍照里面的星空 我好久没有见到这么漂亮的银河和星空了 我们先冒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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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兄弟们现在又继续上路了 这个路比原来的还陡坡一圈 还剩大概三个小时就到达我们今天的目的 爽起啊 他这个小姐也认太好了 还帮人飞一个包来 小姐也的确看起来挺年轻的 我差点又行动了 要点凉吧 小时你们看 还把这大哥真牛逼不穿鞋子的 穿拖鞋 You don't wear a coat 真厉害 漂亮了 死而无憾死在这个风景下面 这个大家来介绍一下 这个就是现在全世界唯一14个 这个也是 Deading K2的 哇 这个大型 中国中国 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这次是去哪里 登珠峰 直接爬上去 这个就是珠峰队啊 中国队嘛 都是大型 这是我们的外国有的 这也是珠峰队 全都是爬珠峰队 走吧走吧前面找 好 好 太牛逼了 风景哪一百万你都买不到 跨过一个牙口 往前看 哇 为什么 风景能够这么漂亮 然后旁边这一个 是纪念我们中国 优秀的攀队人员 在这里我非常的respect 我们去看一下 成功登顶的世界是一座八千米以上的山峰 真的 但是不可能 在那边 光传到的那边 因为我们的巿外面 中国登山队牺牲在这里 我真的肃然奇迹 我觉得 真的 如果你为了梦想 去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都值得 不说了 继续上路吧 雪上下的牛羊 哇 此时此刻显得好满意 原来这就是远迷那城之间的喧嚣 除了如果的大事让你做一做的 会不会做什么的 Namaste Are you happy? 大哥就在这里 躺着在这里 有时候幸福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风景 正面看我后面 然后再转过身来 我们现在来找个地方歇脚休息一下 看他们洗衣服 hello this is a laundry yeah okay it's a magical laundry yeah 这东西都涨价了 他充个电呢 要500 充电宝1500 然后他的热水呢 是要700 然后我跟他一个房间的是1000 然后我跟他讲价 我还有两个朋友过来 他给我砍到500 所以出来呢 一定要讲价知道吗 现在我们去看房间 let's go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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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住这个房间了 1000块钱 啊 大概是人民币的 啊 50块钱 但是你必须在他那里吃饭 苹果200一个 10块钱一个 啊 他这个wifi是一人一马呀 10个gb呀 700卢币呀 哎呀真贵 说了吗 这个就是他们的 洗漱台 水都没有 要从这里面咬水 啊 我今天衣服都洗不了啊 头皮棒吧 哇 哇 六次露豆啊 连续四五天都吃露豆 这一碗露豆 六七十块钱人民币呀 哎 这个太贵了 你那份多少钱啊 六十 六十 我这份也六十 只有这种东西才管保啊 500 500 500 ok ok 就这一瓶水啊 三十块钱啊 没有办法 你再去哪里 你也得喝这个水啊 不然的话 很容易高板吧 又有飞机在这边啊 最差很久 能上去了 估计是身体不适啊 2000的银就这么搞了 现在海拔已经到5000多了 然后我们今天直接冲到 珠峰的大本盐盈利剧 海拔直接到5500 说什么 这里有人在测血仰啊 你根本不知道任何时候 你会发生什么情况 how is going good good 啊 yeah feel some more dizzy a little bit heel kit yeah but no problem just take a rest it's ok 这个大爷七十多岁了 七十多岁了还在这里爬 真的翻厉害的 是澳大利亚的 you are also no problem i respect you thank you keep going yes 越到上面越难走 第四险坡 这件背负呀 真的是厉害 啊 我现在这个位置是5100的海拔了 我已经感觉到我的脑子里面嗡嗡作响了 看这每一个人都气喘吁吁的 嘴巴都已经发紫了 只有夏尔巴人比较牛逼啊 嘴巴已经裂开了发紫了 伤痕累累 走不动了 实在是太壮观了 哇 哇 像假的一样 这边的山全部都是层层相连啊 这个山叫做普莫里山 海拔有7100多米 年值真的高 那个 就是冲锋拉风的 8848 太危险了 这个路滑的 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 然后你就唧唧了 外面这个 就是珠穆南马峰 那个很小的那块 在搬过这堂山 就是中国了 兄弟们 你们还好吗 能不能听到我远方的呼唤 终于到达我们的目的地 完成我们的EBC 太累了 太累了 小姐 小姐 如果你找不到人生意 可以去码头自电所调整 其实人生就像徒步 从自卑到自信 徒步之前你觉得山很伟大 自己很渺小 徒步之后你登上了山顶 你觉得自己很伟大 山很渺小 这时候我才明白了 不是我们征服的山 当我们到达终点 而是山容纳了我们 兄弟们 现在是返程的EBC 你看这个路哪有路 都是自己开过床 本来快要结束正在返程中 没想到因为走了一条小路 迷路了 不知道到哪来了 这次在哪里啊 我靠 现在看到牛粪都很开心 说明这次有人来过的 跟着牛粪走 我开我开 继续看牛粪 脚印牛粪就是习惯的 往这边走 为了找个小路啊 现在已经翻过两路山了 这里真的是一个人都没有 荒郊野岭 前面看到一个小村 希望有人啊 我们过去看一下有没有人呢 希望有人能帮助一下 握草 门锁了吗 门锁了 下面应该是有人的 看一下 好像又没人了 人又上锁了 这个人应该是又出去了 Hello Namaste 现在准备 又去翻一座餐 看到村庄就有戏了 不然真的迷失在这个山里面 现在看到有一家人户在那边 我们过去问一下 Hello Hello 阿 Los Zam matihva 这个大姐听到我要帮助 和丈夫抱围完之后 头也不回的就一路带我往前冲 我靠这个大姐走的速度好快 坏一shirts 直接往前面走 说那夏尔巴人真的太好了 他刚刚自己主动过来 他要我把 要我把包给他 我说没关系我自己背就行了 他把包抢过去 这个捷 气都会在喘 他直接往上面走 就海拔游 将近5000 如果没有这个大捷 他热心的帮我 我去挂在这个地方 只有荒郊眼里 根本找不到出路 然后他刚刚就说 我需要一个小时半钟 才能到哪个地方 中间休息大姐水也不喝 一直带我往前冲 真的是路上遇贵人了 多么的烂 终于见到个人了 说明 马上就要到村子了 真的真的是听不懂了 很尴尬 没有英语 没有人知道英语 到了地方我想请她吃饭 她最后还拒绝了我 她说她不吃 她想喝 把我带到地方之后 她好像又急着要回去 OK 你还有小孩 OK 你需要回来 OK OK 没有英语 OK Ruza Mini fast Mini fast 啊 One hour One hour OK 后来我说我给她小孩子买一点吃的喝的带回去 然后我们就 拜拜 Thank you 继续徒步大概走了三个小时才到达地方 今天早上六点钟起来徒步 现在将近 快六点十二个小时了我靠没停的 我已经朦胧胧的 有点下雪了 然后这个村座 后面这个就是 我今天入住的房间了终于能找个地方歇脚了 上天真的很眷顾我 我再往来一步 我起码就要变成雪人了 啊 要要要 兄弟们终于熊丸了 这是熊丸的样子啊 嘴巴都董虫球了 我现在开始 帮我 露像 感谢观看